哈囉大家好,我是Peggy 好久不見,我已經超級久沒有錄影片了 所以等一下舌頭打結的話 就是請大家還要見諒 我前幾天去巴黎玩了一個禮拜 然後就有買一些東西 那我今天是想要和你們分享其中一個讚的影片 也是我最喜歡的其中一項 那就是我身後這個Dior的包包呢 現在用防塵袋蓋住 你們應該猜得出來是什麼吧 因為它的包包太大了 手把的部分遮不住 好 那這就是那個它附的防塵袋 非常的簡單 我戴簡單那些都留在巴黎了 因為太大實在戴不出來 好,我要來揭曉囉 Dior Bukto 是不是超級美麗 超級漂亮的一款 大包 這款包已經在我的購物清單裡面存了很久 因為我就是在IG看到一堆influencer他們就是狂PO啊 就比如說他們旅行的時候 就是超級常出現的機場穿搭的其中一個包包 就是2018年 或者是街拍啊 這款包也超級常出現 那它是 我買的是Dior Bukto Oblique Dior Bukto是他們的創意總監 從19670年代 Dior Oblique 帆布維靈感所設計的一款包包 那剛好我手邊有一款Dior Saddleback 這是復古的款式 然後最近也是超級貨 那我可以給你們比較一下 他們有一些些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 這個復古款已經很久了 然後它已經就是有泛黃了 但是你們 他們就是 以前的刺繡跟現在的刺繡有一點不太一樣 對 現在是我覺得更立體的感覺 那以前的話就是比較平面的 這個Dior Saddleback 他們有點小回歸的時候 我那時候買的 那時候買的時候才兩三千塊 超級便宜 但是現在都已經漲價漲到超級貴 就連復古的款式也是都大概 要一萬多啊兩萬台幣才可以買到 它這個就是帆布的編織包 雖然是一個帆布包 但它做工是非常的細緻的 你們可以去看Dior的一個影片 它就是有把他們是怎麼做這款包的細節都有講出來 它雖然是個帆布包 但是它做工非常的細緻 它據說是超過150萬個刺繡點 有沒有看一下 然後這個老花超級好看的 那前陣子各大品牌都出了他們的老花款 那我覺得Dior Fendi還有LV的老花款 其實是我最喜歡的 尤其是Dior 我最近超級喜歡他們家的包包 我覺得他們的包包就是很深的女生們的心 不管是Dior Revolution 或者是Dior Saddle Bag 我覺得都超級好看 雖然可以小姐拿出來的時候 它是呈現這個樣子 就是它可以折的很扁 所以我覺得你出國旅遊的時候很方便 你譬如說 你可以把這個收納在你的行李箱裡面 那如果你晚回來要寫拼之類的 然後就會多了很多的東西 你就可以把這個袋子拿出來攤開用 然後就可以裝更多東西了 那這款包包是他們2018年春夏款的包款 他們還有很多格子紋或者是墨西哥風格的編織 然後他們最近有出一個像山水化的款式 我覺得那款還超級漂亮 但是我還是偏好這種非常經典的老花款 它是一個非常挺的包包 它完全就是立在那裡也不會變形的那種 就是整個直挺挺的站立在那邊 它這款包包其實我覺得它有一點重量 就是我現在沒有裝東西 但是拿的時候非常的有重量感 這個是它的正面 就是Christian Dior 那這個是它的背面 就是空空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時尚部落客 這一面都有客製化他們的名字 那畢竟他們是很有影響力的人 所以Dior就會送給他們客製化的包包 那畢竟我們是平民老百姓的話 就要自己付錢客製化自己的名字 這手把也是很堅挺的 就是你怎麼拿的話它也是會回到一個原位 那我買的時候他們會附身一個這個 這個應該是Authentic certification 就是證明這是一款從他們專櫃購買的證明卡 然後這是正面 這是背面 那它上面有寫是什麼時候購買 然後它的reference code 還有是在哪一家店購買的 這款包是2100欧 那我第一次去找的時候 我第一次在巴黎找的時候 我是去他們的蒙田街的總店找 那那時候就是什麼包都有 但是呢就是沒有這一款經典的包款 就有綠色的啊 紅色的還有刺繡款 然後我就問他們店員說 你可以幫我查一下其他店有沒有嗎 那那個sales就說我們這個是總店了 如果我們這裡沒有的話 應該其他店也沒有了吧 我心裡想說 才怪我要去別的地方找找 這種話術我自己也用過 那後來我就去其他店找 然後我這個包包是在Ruthent Ornor買的 我的發音應該非常的標準 然後後來他們就是那裡有兩個現貨 我就買了這一款 巴黎真的超級好逛的 你這家店沒有找到 你可以去其他好幾家店 我真的是走到哪都是Dior店 就是他們奢侈品店 真的是逛不完的那種 就我覺得如果你要找貨的話 可以去巴黎找 那裡真的是貨非常的齊全 然後櫃姐說什麼 如果別間 如果我們這間店沒有 其他店應該沒有了吧 就是這種話不要信 就是你可以去別的地方找到 一定會有機會的 他這個包包的尺寸是 41.5x32x5公分 就是一個很大的Hotter包 這款真的是經典中的經典 我覺得他也不太會退流行 而且反正就是一個大包嘛 你就是非常的實用 要旅行的時候 或者是你需要要背很多東西的時候 都可以用這個妝 但是我覺得他一個缺點是 他這個提把有點短 就是我覺得他比較適合用手提的 像我這次就是拿這個 坐飛機回來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這樣穿 但是你的 你根本就很難穿過去 結果他就會卡到這裡 因為大衣很環 然後就卡到這裡 然後就放不到這邊 所以你就只能用手提 然後因為東西很多 你的 就是整個包包就會變得很重 所以就是要這樣 就是手提 他這個包包製作很重 他不是一般的那種反部 好像看起來感覺很輕 但其實他的材料用得很好 他這裡有說 製作一批Dior Oblique 帆布需要超過 9700條綿線 加上打結 來回膠織 十分費工時 包包我覺得好看的話 他重點是沒關係的 就是你就是要有所犧牲嘛 因為如果皮的話 他可能會更重 但如果你們要選那種很輕的包的話 就是考慮LV Never Full 那款就是真的很輕 很 我覺得很實用 但是就是太多人有了 好 那我給你們看一下內部 外圍 那這是他裡面的樣子 他裡面是完全沒有內層的 就是非常簡單的一塊包包 那這裡 喔 這邊是 Made in Italy 然後我發現 還可以這樣子 我現在把我的Vintage Saddle Bag 掛在這個包包上面 那你們看一下 這是一個母子包的概念 那我覺得這樣子其實還蠻方便的 就是一個小tip 如果 因為他這個包包是沒有內層的嘛 就是如果你放一些錢包啊 或者是比較重要的東西的話 那感覺小偷很容易伸進去把它偷走 那現在的話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好 因為他這個是還有附拉鍊的 所以你可以把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就放在裡面 然後就可以這樣掛起來 這樣就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你們可以隨便在家裡找一些小包 可以扣起來就好了 不一定要這個 但我覺得他們這樣子超級配的 你看 是不是超好看的一個母子包 然後這款包包我覺得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現在現在是秋冬啊 那你隨便戴牛仔褲毛衣 然後再戴個雜衣的話 拿這個包包就會非常有氣勢 然後也不會很奇怪 那夏天的話 你就是隨便穿一個T恤加牛仔短褲 然後拿這個包包的話 就有一種非常度假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拿去海邊當海灘包 就是我覺得這個各個場合都可以用 非常的適用 那我現在來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包包可以裝多少東西 然後順便拍一下穿搭給你們看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款Dior Book Toad 可以裝多少東西 給你們看一下裡面的容量 我會先裝一個 就是平常會用到的小包 這樣子 然後化妝包 洗術包 洗術包 然後我們來假裝這個是水 但是這是我的卸妝水 電腦 那有時候坐飛機的時候 我會戴一件帽T啊 就裡面穿T恤 然後外面套一個帽T 那如果你有時候會太熱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脫下來 那我們把它放進去 這裡 再來呢 我們來放個圍巾 還有帽子 行動電源 很重要 還有手機 護照 一些錢包之類的 是不是 超級能篩 有沒有 然後你也可以找這種小包 是這種可以解開的 然後可以扣在這邊 就當一個植母包包的概念 然後可以放進去 那你像一些比較重要的錢包 你可以把它藏起來 藏在這裡 如果小偷要偷的話 也比較難偷 因為這個包包就是很撐開式的 所以其實要偷的話也是蠻容易的 那我會建議你可以 帶一種有拉鍊的小包 會比較安全一點 就比較難偷 如果它要偷的話就是 要把這個拿走 但是欸欸 怎麼拿不走那種感覺 我現在把帽T拿起來 不是太想要讓這個包包變形 OK大概就是這樣子 帽T你就假裝你穿在身上了 其實就是還可以裝一些 哩哩哩哩哩哩的小東西 所以這個包的容量是真的非常大 但是如果你裝滿的話就很重 這就是為什麼 我很常背小包的原因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 提很重的包包 好我現在套得一件大衣了 我們給你看一下 背起來的樣子 就手提的話也是沒有問題 但你就是很正在背磚頭 所以這個包到最後還是到我男朋友的手裡 然後 如果你要肩背的話就有點困難了 因為它這個提帶沒有到很長 然後 像我現在的話是OK的 但因為我今天穿的是比較薄的毛衣 如果裡面穿比較厚的毛衣的話 或者是你又穿更厚的外套 它這個肩背就是有一點難度 就 我那時候背起來就這樣子 這樣 背到一半就完全無法再往上 那這就是這款包包小小的一個缺點 就是因為它太美了 所以你要犧牲一部分的功能 那我現在來總結一下 我覺得這款包包 它有很多優點 就是第一就是它真的超級美 然後又很經典的一款 Dior的老花 花紋 然後第二就是它的容量很大 如果你要旅遊的時候 或者是你需要裝很多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去超市買菜也非常的方便 這可以當旅遊包也可以當買菜包 就是可以裝很多東西 然後第三點是它超級好搭配的 就是部分季節 一年四季都可以背了一款包 然後它也不會跟你的穿搭菜裝色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配色 藍色配米色 再來是它這個包收納也很方便 你就是把它這樣子壓扁 然後也不會太佔空間 那你擺起來的話又很像一個藝術瓶 就放在那邊 那我覺得它有三個弱勢 第一就是如果有些人 就是很介意那種大包一定要拉臉 因為像這種包的話它就是 敞開式的嘛 所以可能如果想要偷 想要偷你的東西的話 就還蠻簡單 你要防止這點的話 就是肩背的話就這樣壓住 死都不要讓人家撐開就好了 第二個弱勢是它其實還蠻 包包有點自重 如果你在裝一些東西的話就會變得很重 那就很像在背磚頭 那第三個的話呢 是它這個手提提把的部分 如果你穿厚一點的衣服的話 就很難肩背 就你只能用手提的 那你就很像在提磚塊一樣 或者是你東西裝傻一點 你就不會像提磚塊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今天的包包review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也可以和我聊個片 我有空都會回覆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